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一个介绍 很多朋友相信看过我现在背景电视里播的电影 《威自仇杀队》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 有朋友也说涛哥这么晚才看《威自仇杀队》 你out了 这不得不说是有点out了 但是我看过第一遍之后 非常的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 结果我又看了第二遍 看第二遍的原因是希望在涛哥肯定当中 跟大家介绍的更加完整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视频的介绍片了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网站对它的简单的介绍 《威自仇杀队》2005年拍的 在国内的这个网站的评价当中 它大概居于就是所有电影里加在一起 它大概居于第七十多位 我印象中是七十多位 对它的评价非常高 我注意到国内呢 把这个电影大概在中央电视台六频道 我忘了是2011年还是20还是哪年 它放过 我当时看过之后呢 简单的看了一下介绍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做涛哥看电影 那个时候我也就把节目都集中在新闻评论上 没太想过 这么多年也很少看电影 所以就给忽略了 这个挺 但看过一些评论 对这个评价很高 而国内在放了这个电影之后呢 据说没多久又给封杀掉 我觉得这个影片它非常值得看 是里面把今天中共专制制度 就中共本身的邪恶制度 和如何操守它 和在这个制度之下 各类的人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非常准确 两个小时的影片呢 我觉得非常完整的诠释了 中共暴政之下 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人 不同的思想 和它为什么被迫害 和最终什么是它的出路 影片中都有相应的解释 这个政权 就是靠杀人民 这个电影里讲的 这个政权靠屠杀了人们 政权 权力者本身制造恐怖事件 直接杀了学生 小孩 直接往这个水里面投毒 直接制造了一个拘留所 那把这些 透过他们控制的宣传 宣传成恐怖主义袭地 他们自己是恐怖者 然后他们对外宣传说 英格兰遭遇了恐怖袭击 人们形成了恐惧 自然向强权者和有力量的人 与机构靠拢 恐怖者又扮演了去阻挡恐怖的人 扮演着保护者 这就是这个政党 所以这个政党最后 营造恐惧 屠杀人民 继续营造恐惧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而他的中央 他的政治局常委是五个人 政治局常委是五个人 党的魁首与秘密警察的头子 相当于中国的中宣部长 相当于中国的秘密警察 就专门列黑名单的人 把柴科夫斯基1812的序曲都列入了黑名单里面 沙士比亚的作品是不许人们看的 基督山伯爵是不许人们看的 有这样的官员 然后有警察头子 对吧 有警察头子 有主管宣传的人 所以他的整个政治局常委 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干嘛的 要保护这个国家的稳定 要让人所有英格兰相信 只有他们 才是英格兰的希望与安全 跟今天中共的报纸宣传一模一样 里面有中央电视台 有一个电视台 里面有 我们说中央电视台那些著名的五毛 这里面叫伦敦之声 对吧 这里面有伦敦之声 那里面有著名的所谓名嘴 脱口秀的人 相当于今天中国社会当中的 某些著名的电影制片人 电影剧作人 电影制作人和戏曲作家 维权人士 这些文人 而这些文人呢 他本身只想追寻 追求自己个体的自由 他无法认清 这个社会的本身的邪恶的本质 而他们因为是在某一方面 是一个才子 他有能力 他就变成了 当他不触及到这个社会利益的时候 根本邪恶的那一面的时候 他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 获得他的物质享受和地位 可是当他一触及这个制度本身邪恶的一面的时候 那革命的铁拳砸烂他的狗头 影片里面的Gordon就是这么个角色 威是个复仇者 是个个体的复仇者 而威的出现 印证了相生相克的道理 因为威本身 就是影片里面的女科学家 在追寻着所谓科学的过程中 我不关心政治 我只追寻我的科技的希望 但他的实际行为 是屠杀人和助纣为虐 他遭到了暴 出现了威 威就是一个复仇者 是基督山伯爵 而因为他是一个 那样的复仇者 充满了仇恨的人 但是仇恨本身 不能给这个制度带有未来 所以影片的最后呢 就出现了仇恨者 暴力者与暴力的制度 就复仇者与被复仇的对象 共同在烟火中消失 而影片里面的面具 就说得非常的直接 威带有面具 但是威没有脸 因为他被烧毁了 那戴有面具的人 却是告诉人们事情真相 而在影片当中 冠冕堂皇穿着西服 就像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的 穿着上等西服的人 全是骗子 全是骗子 里面里非常 影片里非常特别的 另外一个人就是Gordon 直接讲 我在舞台上 我在荧幕前讲的 全是假的 我就戴了一个面具 失去了我自己个体的自由 这个我觉得这些都讲的淋漓尽致 包括里面有党旗 有党徽 党取代了国家 影片里讲的很准确 而这个党却是以爱国主义的名义 叫英格兰万岁 肆意屠杀政治意义者 肆意屠杀那些维护人性与人权的人 给他们冠以的罪名 就是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 所以是今天中国非常现实状况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写照 而影片里面的女主角是一个被这个制度洗脑的人 她的哥哥被这个制度在建立政权时在学校里被屠杀了 她的母亲本来想逃离这个社会 但她的父亲坚持要面对暴政 结果母亲父亲死去了 母亲在黑夜黑头套被黑绑架在她的面前 这样一个遭受到制度完整迫害的人 当面对一个戴着面具去挑战邪恶制度的人的时候 他出卖了他 他出卖了威 与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相当一部分人是一个鲜明的写照 这是被洗脑后注入观念之后 丧失人性之后的一种自然反应 所以影片我觉得里面太完美的表现了所有的概念 而里面呢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信仰 对吧 里面有句标语一直挂的 团结就是力量 而力量来自于信仰 而这个信仰 可不是神明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对这个政党的性质 这个信仰却是这个政党营造恐惧 让这些恐惧的人要听他们的话 是对神明的亵渎 而这些人却又在他们被威复仇的最后一刻 却攘出了基督耶稣 显示出真正的信仰在人的灵魂头脑当中的位置 所以我个人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我感触很深看了两遍电影 那在涛哥砍电影当中呢 我分了六集 我在试图的跟大家解释 在电影中的事情 机构与人 与我们现实中国社会环境当中的人 机构相对应 我个人是希望朋友们能够看了 那我会把整个影片放到 涛哥砍电影的YouTube的channel里 那放在这里面呢 很多朋友就像我看涛哥 石刀TV的概念是一样 看石刀TV的概念是一样 这是另外一个channel 那在这个channel里面 我过去的时间里 曾经谈过了很多电影 包括挪亚方舟 包括天堂是真的 X战警 包括辩护人 大概有四十几个视频 那这样的内容 它不是新闻性 但这样的内容 全都是人性中的思考 很像我原来早期的节目 周末视频的概念差不多 但它所引用的 都是今天我们大家熟知的 很多人看过的电影 我们看过之后 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那石刀有自己的看法 面对现实的环境 我们有着应对 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真正人的灵性的一面 灵魂的一面 有一种做人的生命的尊严 那如果你在YouTube上想找的话呢 你直接打进去叫涛哥肯定 相信就可以找到我相信你的channel 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相同不同的认识 那大家可以透过Facebook Google Plus Twitter YouTube 那表达你自己的看法 那我会在节目当中 其实朋友们留言 我几乎很多都看了 所以在因为这个V字仇杀队 我觉得太具有现实意义了 所以跟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介绍 也希望大家把自己不同的认识呢 与我分享 如果我觉得有这种 众多人的这种 这种影响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